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分解這一支Sony手機 那為什麼要分解它呢?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它的螢幕已經破掉了 已經破了還蠻慘的 那第二呢就是它已經三年了 所以已經算是很老的手機了 那第三呢就是它的電池充電充到膨脹 已經膨脹到了它把自己的背蓋掀起來了 它都既然把背蓋掀起來了 那我們就只好來分解它吧 那我們第一個我們先把我們的背蓋整個掀起來看看 如果你是Sony的老用戶 你就知道你Sony手機用一下下它就會變超燙 那就是因為它後面加了很多很多的散熱的東西在上面 像是這裡有散熱貼片來散這些是 聯發科的處理器 還有一些主要的晶片它都有貼散熱的貼片 那它還有很大很大一片的 銅?銅板嗎?就是銅板銅片 反正就是讓它導熱效果更好 更快散熱才不會讓你的手機超燙 剛剛拆手機忘記關機耶 那我們先關機一下 避免我待會被電到之類的 把這一片散熱模組拿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下面 黏在背蓋上面的有一片NFC的感應器在這邊 NFC耶 這就是NFC的那一塊 所以NFC就是一個近距離通訊的一個東西 所以它只要這麼薄薄一片 貼在你手機背蓋上面 你就會有NFC 真的很神奇 你看Sony真材實料 放這麼多銅片散熱 真是厲害 OK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分解我們的手機囉 我們先把我們的天線拔起來 電池的膠帶也把它拔起來 OK 所以我把兩條電池那種 輔助的一絲膠帶把它拉斷了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用暴力的方法來把電池取出來 我們先把電池跟主機板分離開來 OK 我們把我們的Sony電池分離開來了 13.1瓦小時的小小電池 這超小耶 真是三年前的技術 迷你電池 那Sony這一顆電池還滿厲害的 就是它還有專門給它包一層 就是讓你防穿刺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東西穿刺到離電池 它很可能就會爆炸或者是燃燒 但它外面就貼了一層這種厚厚的不知道是什麼金屬 就是應該是不導電的金屬 讓它不會那麼容易就穿刺到電池 讓它爆炸 所以還滿用心的真材實料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分解手機的內部了 那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小螺絲 那這些小螺絲都很棒 都是十字的 它不是像Apple或其他公司有特殊的紋路 雖然我工具都有 但是十字的維修方便超讚的 底下四個螺絲都把它拉起來了 OK 這就是我們的底下模組 這是喇叭嗎? 對 這沒錯 它的喇叭跟下面這一塊模組整個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要換喇叭的話 就是下面整片一起更換 那這個喇叭模組上面還有一些 你通訊打電話的聽線也在這個上面 接下來下面這一塊就是我們的充電模組 所以它如果你Type-C充電孔被插壞的話 你就只要換這一片小小模組 你就不用連下面這個喇叭模組一起更換 這樣維修算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這個Type-C充電孔 它整個插的非常非常緊 這應該不太會把它插壞啦 這整個做了很多層防護 避免你把USB Type-C孔插久了 會把它插壞或是插凹之類 這一條排線是剛剛從USB Type-C那邊過來的 然後它看起來還有連接我們旁邊的音量鍵啊 電源開關鍵跟相機快門鍵 就一個多功能的排線 那這一條排線呢 我猜應該它是連接手機螢幕的排線 看起來應該是吧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上面這些螺絲拆開來看看 OK 所以這一塊相機前面的保護鏡頭蓋 它上面還有一些就是天線啊 你通訊的天線也在這上面 OK 所以我們的前置自拍鏡頭 還有我們Sony保留的耳機孔 還有我們的主相機鏡頭 OK 所以這個就是目前你所有用一根小小螺絲器子 全部都同樣尺寸的螺絲 你就可以把手機拆成這樣 那接下來更深入 就可能它不想要讓你維修的部分 它用特別的螺絲在上面 就是六角星星的小螺絲 沒差我們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工具 我們還是可以把它拆開來的 那我覺得Sony也蠻用心的 它十字的它都用黑色的螺絲 那它的六角星星螺絲的話 它都用銀色的 這樣完全不會搞混 而且它整支手機 看起來就是只有用兩種螺絲 這真的超棒 所以我們把其中一邊拆開來 就是一個側邊 喔 哇賽 這個是 哇賽 這是金屬邊框耶 這金屬邊框耶 這真的真材實料 其中一邊拿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主機板 順利的取出來 所以主機板上面有一個麥克風 然後有光線感測器 跟紅外線距離感測器 哇賽 這個馬達 直接在主機板上面耶 真是什麼回事 這個馬達也太可愛了吧 迷迷小馬達 這個振動馬達真的超小 所以兩個獨立的SIM卡卡槽 跟一個SD卡擴充槽 真真的超讚 哇賽 你看這樣一片主機板 這麼多東西在上面 真的看起來超漂亮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另外一邊的側蓋 也把它打開來 這邊 哇賽 這是什麼 這邊看起來東西比較多 比較多定線 因為這邊是有音量鍵阿 電源開關鍵跟相機快門鍵 所以複雜很多 OK啦 還是把它拿起來 看起來應該還是金屬的 沒錯 是金屬的 真材實料 OK 所以我們的電源鍵跟指紋辨識 就在那裡 OK 所以我們剛剛這一條多功能的排線 就是有供電跟我們的電源鍵阿 音量鍵跟相機鍵這一條多功能的排線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把它拔起來 這個非常非常複雜又精細的排線 手機上面這裡還有一塊散熱銅片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散熱銅片 OK 所以上面這裡還有一個天筒喇叭 剛剛沒有拿起來 你看裡面真的真材實料 全部都是金屬 整塊金屬耶 這個超猛 OK 所以我們現在被蓋掀開來的部分 我們已經徹底的把它全部拿出來 那接下來還有一些藏在裡面的部分 我們要從螢幕前方 我們才拿得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拆這個比較危險的玻璃部分 因為這個螢幕已經破掉了 我們就慢慢來吧 我們使用暴力就把它分解開來 還有我們剛剛卡在裡面的一條排線也可以拿出來 的確這一條排線是螢幕的排線 那我們就把這個破碎玻璃放旁邊喔 哇賽 你看前面這塊玻璃保護貼把 螢幕還 玻璃的碎片都還黏在上面 超讚的 前面這塊螢幕就超級重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應該加了很多神奇的東西在裡面 哇賽 你看這是日本工藝耶 它是塑膠跟金屬 它中間是用一個一個小小的卡榫把它卡起來的 而不是用任何奇怪的方式把它合起來 這真的超猛耶 哇賽 OK 那我們分解完這隻Sony手機啦 你看超多神奇的 你看尤其是這個金屬邊框 我覺得這真的超猛耶 就是把整隻手機不會讓它 變形或怎樣 就是你做下去它應該不會彎曲 這麼嚴重 因為它有兩根金屬的棒棒在旁邊支撐它 然後還有這中間的整塊金屬也還蠻厲害的 這也是CNC做的 然後還有什麼 很多的散熱銅片我覺得也還蠻厲害的 你看還有這個散熱那個小貼片也在這上面 還有我們的神奇的鍍金排線這樣子 好啦 那就差不多這樣子 你看各種高品質配件加在一起 就變成一隻Sony手機啦 OK 那最後我們今天的分解Sony手機的影片 那當然喜歡我的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神奇影片的playlist 請注意一下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